其实因为韩国队他们现在我们所看的都是他们都会一直换搭档 所以我们也不会知道我们明天会我们的对手会是谁 但是如果我们在下场的话我们肯定会做最好的准备去应战吧 对我们最重要是能如果我们下场的话我们要就是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 然后就毕竟我们还有队友在就是为我们加油 所以我必须激励对方我们就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去拼搏迷离球